灰色波羅山男子被海巡人員 扣上手銬帶回偵辦 原來他是名中國籍男子 駕駛小艇直衝淡水渡船頭 引發國安疑慮 更誇張的是他還有解放軍背景 所謂人為疏失指的就是這名軟性男子 在六海里時就被雷達偵測 但當時雷操守誤判是我方反港漁船 三海里再度通報時 守望哨稱海上有30艘船無法辨識 直到0.5海里還是表示距離遙遠 速度快無法精準掌握 直到最後被發現並非我方漁船 也沒有立刻通報抓人 巴黎守望哨的時候有辨識出來說 不是我們的守望不是我們的漁船的時候 我們暗記守望哨的同仁有失職之處 這中間有30分鐘之久的失誤 這件事情負責的幹部在第一的時間 就向我要自行處分 我們沒有辦法排除這樣的可能性 那有關灰色洗澡的這個部分 本來就一直是持續存在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當然要做相關的釐清 海委會相關通報失靈 處分層級到哪 11號將開人評會處置 畢竟中國快艇直衝我方海域 是真如當事人所稱投奔自由 還是另有引擎更引人憂心 這是中共作戰新樣態 利用灰色地帶侵擾我方 牽涉國安不可不慎